经过两年民事诉讼之后 吉隆坡高庭法官今天批准政府 冲攻一马公司通缉犯刘特佐的父亲 单身也刘扶贫银行账户内的将近4900万令吉的资金 另外玻璃市伊斯兰法庭 一个案件的申请费只需要40令吉 但是一名职员却涉嫌收取5500令吉的贿赂 说是可以加快处理过程 如今被延后两天注查 政府2019年3月入禀民事诉讼 申请冻结刘特佐父亲刘扶贫的银行账户之后 吉隆坡高庭裁决 有关资产在同年7月开放申索 如果没有人索取 政府可以充公这一笔资金 代表反贪会的副检察司沙菲纳斯 今天告诉法庭 截至目前没有第三方申请索回 反贪会要求充公的4849万令吉资金 吉隆坡高庭法官莫哈默在你随后决定 批准反贪会提出的充公申请 刘扶贫被充公的资金来自于7个银行账户 这些钱都被指示来自于一码公司 刘扶贫和刘特佐目前下落不明 刘扶贫今天没有出庭 也没有委派代表律师 镜头转到玻璃市法庭 一名41岁在伊斯兰法庭任职的公务员 因为涉嫌收取贿赂 被延扣两天协助反贪会调查 玻璃市反贪会向首要媒体透露 涉案者主要负责订婚和离婚申请的行政工作 在处理一起非婚生子案时 向一名申请者索取5500令吉的贿赂 作为加速处理案子的特别酬劳 而涉案者在上个星期三已经收到3000令吉 他向反贪会承认 伊斯兰法庭处理类似案件的申请费用是40令吉 而他也曾经发出假收据 西兰法庭处理